我们首先把仪线拿出来 把这些接口 按照这个芯 对应的芯插上去 连接好 这个副鸭头也是 都是它这里有一个卡位的 卡位对准卡位插上去 按键 然后呢我们这里是一个调气滑 这个我们都已经把它调好 调到最大的 这里是一个电源线 电源线插好 连接好电源 然后打开开关 这个是我们的激光板 然后这里是五个操作头 开机界面是这样 然后点进去 第一个是我们这个报纸头 报纸头有四种模式 有分ABCD 这里是调节能量 开启 我们这个报纸头的话 就是开启之后 一定要配合金油 金油或者凝胶使用 因为刚烧的话 容易烧坏 这个里面的那个 拨片 如果这个 这个能量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点到后台去调节 可以左右调 调节之后 然后退回去就OK 点退回去 这个是我们一个负压头 负压头的话分 就是它有一放一吸 有长吸 然后有间隔时间长短 是这两个键去调 默认的是长吸的 默认的是长吸的 这里是调门量 热量 这个是这个默认是长吸的 吸着不放的 然后点击这里 是一放一吸的 这个里面往上面调 就是调节 那个时间的长短 吸得久一点 这个是一个热量 这个是我们的三级射频头 能量 开启 这个能量的话 都是根据客服的承受能力去调 这个是六级射频头 这个是做身体的 四级射频头 这个是我们激光 激光板的话 它也是分ABCD四种模式 这个A就是 它是不闪的 长期亮着的 然后它是绑在身上 B的话是闪 BCD是间隔的时间不同 第九月块